花蓮市市长杯足球锦标赛 一连两天在花蓮高农足球场举行 有50队超过500人来参赛 展现了高涨的足球风气 市长魏佳燕特别到场为选手们交打气 他也表示为了积极推动足球运动 施工所不仅支持举办各项赛事 未来也会在佐仓运动公园 新建一座现代化的足球场 欢迎有更多热爱运动的民众 一起在花蓮踢足球 市长杯足球锦标赛 在周末一连两天在花蓮高农举行 有50队超过500人参赛 展现高涨的足球风气 市长魏佳燕特别到场为选手们交打气 他也表示为了积极推广足球运动 施工所也要在佐仓运动公园 新建一座现代化的足球场 欢迎有更多热爱运动的民众 在花蓮踢足球 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今天有70多队的孩子们 来报名我们市长杯的一个足球赛 那今天比赛的场地是在我们 花蓮高农的一个非常棒的人工草皮的足球场 那在这边今天有70几队的一个球队报名 那我想花蓮县最近的一个足球的一个项目 其实确实是推展的不错 那在这边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天除了那么多孩子们参加 那其实我们花蓮县练习的一个场地也不够 那花蓮市公所在今年度也跟体育署争取了我们八人制的一个球场 那会设置在我们的走餐公园 那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场地能够让孩子们有更可以发挥的一个空间 那最后我想市长杯的一个足球赛我们会持续的一个办下去 那也希望说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在参赛的一个比赛当中 能够结交更多的好朋友 那也互相较进球技能够互相的学习 最后要祝福今天的所有的孩子们有一个好成绩 由于足球运动年龄曾下降 而且五人制赛事在国内非常风行 亲子参与非常踊跃 因此今年市长杯U6幼儿组的赛事报名队伍非常踊跃 有12只队伍来报名 年龄最小的选手只有4岁 市长杯足球锦标赛是由花蓮县运动推广委员会 花蓮县体育会足球委员会来承办 参赛队伍包括幼儿组U6、U7、道国小组U8、U9 还有U10男女组总共50只队伍超过500人 现场有6个场地同步比赛 两天下来总共有67场的赛事 介统会欢迎室报导